你好,欢迎收看12月5号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庆祝志愿服务法满20周年,即110年的国际聚工日 花联县政府在12月5号在理想大地举行了110年度 志愿服务优良志工表扬大会 县长徐正卫、立委夫婚旗都亲自出席 向无私奉献的志工朋友们致上最高敬意 花联县110年志愿服务优良志工表扬大会 12月5号盛大举行 县长徐正卫亲自到场,感谢各所属单位志工及团体长期以来投入 县长表示,花联县将近8400多位志工 还有321个志工团体 以劳动部实薪168块钱计算 花联县已经为台湾创下一亿多元的产值 这就是进步的社会 我们花联县的志工一共大概有8400多位 那我们有321个志工团体 一共如果以劳动部一个小时168元来算 我们已经为花联为台湾创下了1亿多的产值了 1亿多元的产值大家棒不棒 棒不棒 就是说做了一个全国的鼎鼎 花联人、女花联人的这个社会的劳参与 社会的参与率、涉参与 全国第二名 全国第二名 有没有很厉害 这就是我们的祭福的力量 所以最后要再次谢谢大家 幸福花联 因为有你身边的人 有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 立委夫婚企业特别到场向志工们献上最高敬意 这次大会表扬荣获110年度 全国志愿服务奖励70位 卫生福利部志愿服务奖励117位 花联县月亮志工60位 内政部内政业务机优志工2位 花联县志愿服务评建机优团队奖 祥和计划8个单位 还有墓地事业主管机关5个局处 其优良志工特约商店5家 总共颁发了267个奖项 在表扬大会的现场 亲友团们也给志工们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整个会场的气氛活泼欢乐又充满温馨 谢旅会收封箱报道